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玉凡上周就在《潮流人类在哪里》中 为了给自己的成员拉票 就偷偷的隐藏在地铁里 看到地铁里站满了人后 突然蹦出来 给大家演唱一首代表作《大碗宽面》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惊喜 好几个妹子都幸福的直作讲 我猜他们肯定是隐藏在其中的粉丝啊 能在地铁上碰到自己的偶像 这实在是太幸福了 大家晚上好 你看这个面它又长又快 这是一个大游大游园 逼着风向盾 你看这玩游大游园 大家好 欢迎来到快乐车厢 又惊到了 从来不关其详细 大碗能让你开启 但这却是我本意 谢谢大家 大家都知道李荣浩只唱自己的原创 没想到他唱起别人的歌也很有味道 这一波音乐旅行类节目美好的时光节目中 李荣浩就为大家在路边现场 知道李荣浩的人要来了 观众们早早的就围在了场地旁边 连楼上都铺满了热情洋溢的粉丝们 话说起那段时间 我家门口也突然来了一群人 有没有可能是哪位明星来唱歌了 我是不是做过了什么 啦啦都是你 心里都是你 傻傻的爱在他胸里好甜蜜 念的都是你 全部都是你 傻傻的爱在他胸里只为你清醒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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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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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歌手 在路边唱歌都能很顺利 比如说我们的小白白曲纲 卖唱出路就比较心酸啦 因为节目规则 他只能佩戴面具在路边唱歌 没想到唱着唱着 竟遭到了保安驱赶 不仅如此 他还被路人吐槽 外貌和嗓音都有点像白举纲 本人被路人吐槽像自己 真不知道当时小白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他应该算得上是 众多的路边歌手中 最惨的一个了吧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你长得好像白举纲 曲音乐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成都春秋路边 天桥上面卖唱 对 对 像一个天桥 唱一路被赶一路 赶到最后一个保安小哥 觉得看不下去了 说我们十五分钟后下班你再过来 我习惯了就是从没有到有的一个过程和状态 看来没事啊还是要多去上街走一走 没准还能遇到喜欢的歌手唱歌 说不定连演唱会的票都少了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就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